瓦格纳集团军队规模 乌克兰东部军事司令部发言人Sary Sheravity告诉乌克兰第24频道 俄罗斯最引人注目的雇佣军组织瓦格纳集团 现在是一支规模与匈牙利或斯洛伐克军事人员相当的成熟军队 它没有具体说明瓦格纳集团的部队人数 但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的数据 斯洛伐克武装部队有19,000名现役人员 而匈牙利武装部队有4万名士兵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克里姆林宫控制的雇佣军公司瓦格纳集团 一直试图在俄罗斯正规军的支持下 夺取顿涅茨克州东部的巴赫木特市 切列瓦记表示 4月1日乌克兰军队在巴赫木特打死121人 打伤139人 而俄罗斯军队炮击了这座四面楚歌的城镇232次 军方表示 自2月初瓦格纳集团停止在俄罗斯招募囚犯以来 俄罗斯正规空降部队和机械化步兵已被部署到巴赫木特地区 1月底 为俄罗斯罪犯辩护的非盈利组织 狱中俄罗斯的负责人奥尔加罗曼诺瓦表示 在瓦格纳招募的近5万名雇佣兵中 只有一万人仍在服役 这表明其余人已经逃离或伤亡 美国已将瓦格纳集团定为重要跨国犯罪组织 并对其全球支持网络实施制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